宣傳電信將於12月15號合併亞太電信 未來只有三大巨頭獨佔電信業的市場 而亞太被合併之前的最後優惠 吃到飽最便宜的費率只要四百九十六元 如果費率再高一點點 還能免費將電視跟平板電腦帶回家 你有需要什麼樣的服務嗎 電信人員親切問候民眾電信族約到期 需要好好思量該選哪個方案最優惠 不過現在想省便宜的小資族手腳可得快 亞太電信將於12月15號與遠傳合併 在合併前祭出最後優惠 4G不限速上網吃到飽最低價只要四百九十六元 要是選費率高一點七百九十六元 像是電風扇 氣炸鍋 日系廚師機等 都能免費帶回家 甚至還有電視機以及平板電腦都可以選擇 不想電器 想要手機也沒關係 中國手機以及韓系品牌手機也能寧願帶回家 感覺上滿便宜的 而且還有送贈品 只是不知道這樣子 它的服務會不會受到影響 蠻有吸引力的 怎麼說 因為畢竟是一些名聲用品 就會覺得好像會改善生活 我很在意的是穩定性它的傳輸性 這個我很在意 那你說送一些有的沒有的對我而言 比較 我比較不在乎 聽到價格還是很心動 不過品質還是低考量 3C達人指出還有這一招可以讓民眾 先免費試用再做決定 每三年每家電信公司都可以申請 你是免費試用卡片 那你就要帶上雙證件去門市就可以申請 申請之後它可以用一個禮拜左右 那你甚至用完之後 直接丟棄就好 你不用歸還 那主要是評估你就是你的上班地點 你的居家地點 你的生活圈 然後收訊狀況怎麼樣 然後速度如何 未來僅有三大電信業者獨佔凹頭 未強電信商機 泛分寄出5G吃到飽只要599元 遠傳除了網內互打免費 還有贈送禮金優惠 中華電信網內互打前五分鐘免費 購買手機還另外有折扣 而台灣大哥大網內互打免費 再加碼贈送熱點 三大電信業者立平市戰率主打優惠策略 吸引更多消費者上門 記者綜合報導